整条国华街满满都是人 每一间名店前都排了长长人龙 像是这一间知名春卷店 店门口络绎不绝 每个店员忙着包春卷 业者说生意比春节期间还要好 另外人气很高的这一间碗柜店 人同样好多里头位子被坐满 外头还有一堆人在等 再来看到也是名店之一的挂包店 不少游客也是慕名而来 国华街小吃名店多也吸来大量游客 另外这一间同样很知名的咸州店 从一早开门客人就没断过 很多人都是来朝圣的 除了美食名店同样涌入游客的 还有名胜古迹 很多都是西家带眷来走一走 台南是蛮好玩的地方 然后很多那个story的那个地方 疫情前差不多了 多了几成 差不多几成 一半有了 台南不只美食多景点也多 二十八年假游客也很多 礼拜五晚上的一个住宿率 有到九成多玫瑰花登海的一个市集 也有大概将近六千人次的一个造访 关子岭的这个山林市集呢 在今天一个上午也有五千多人次 疫情渐缓让二十八年假出现游客潮 而人潮就是前潮也让店家们都笑呵呵 也提醒民众出外游玩防疫一定要做好 华世新闻刘焕生 许富杰 蔡孟俊 台南报导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